花蓮0403強震之後 為了避免市區的道路 陸基有掏空的狀況 日本一家科技公司 特別免費協助市區道路的見解 利用透地雷達初步檢測 有六處的坑洞 公所正陸續開挖灌漿 避免未來造成天空 這是0403地震後 日本一家科技公司 帶著車載式透地雷達探測車 在市區主要道路 檢測地下是否有掏空的情況 另外也使用手推示探地雷達 磚孔深入地底 利用照相機確認坑洞 厚度與規模 經過探勘 市區共有六十八處路段 完成檢測 初步發現 共有六處道路 地下出現較大坑洞 其中包括府前路 處於北信路口 府前路七十八號前 中山路七百一十八號前 還有重慶路三百一十一號前等 讓富士居民很擔心 公所表示 為避免坑洞擴大釀成意外 目前已針對有坑洞餘力的地點開挖 找出造成坑洞的原因 是受地震影響 還是當初回田不實 完成報告 會在二十日召開說明會公佈 記者文家凱 華電報導